李宗盛 李宗盛 五儿与顾侍郎 本舅有婚约 本宫本想着呢 成全了这款好事 许你合理 但是五儿为你求情 说你和顾侍郎 患难夫妻 甘为平气 本宫儿 就应了 还不快写恩 回太后 明父不愿意 放肆 明父的心意 不敢寄瞒太后 顾九四 是明父的结发丈夫 明父 不愿意和任何人分享 你竟敢口出狂言 顶撞尽忠 你 行吧 那你就跪在这儿 清醒清醒吧 刘玉如 你以为你这样惺惺作态 就能证明你跟九四哥哥之间的 情比精尖 就能阻碍这门婚事 我原本还想着 你是个聪明人 想着你该是九四哥哥的 一大助理 没想到 你竟愚蠢到如此地步 你知不知道 现在顾九四 前途无量的阻碍 只有你 公主乃今之御业 有太后丈夫 若九四成了驸马 是她的福气 日后 在官场上 也会一路顺遂 但明父就是不愿意 你 顾九四是明父的丈夫 是我深爱之人 我心中有她 你希望顾九四的心灵 她的身边 永永远远 只有我柳玉如一人 你 你 不知好歹 谁想嫁给顾九四 别要从我的命上 踏过去 请不吝点赞 为达楼 可能 我去 转请不吝点赞 关注